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HOT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Kinsley 现在是2016年3月21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电子产品领域领导企业苹果 代号AAPL 苹果于今日东部时间1点 在其位于加州Cupertino的总部 举行了2016年春季新品发布会 同之前的市场预期相比 此次发布的总部 发布会可谓平淡中又有些许惊喜 9.7寸iPad Pro的推出 给苹果在平板电脑领域的前景 加上了问号 毕竟去年秋季发布会的 12.9英寸大屏幕iPad Pro 虽被寄予厚望 但从目前的销售数据来看 销量似乎并不理想 但廉价版5S iPhone SE的较低定价 着实给市场带来了一丝惊喜和意外 据悉 iPhone SE将于3月24日接收预定 3月31日上市 16G版本售价仅为399美元 有银、灰、金与玫瑰金四种配色 发布会期间 苹果股价从106.58美元跌至105.20美元 随后逐渐回升 最终股价收入105.91美元 当日跌幅为0.01% 盘后苹果股价意味出现明显变动